因为每一年就是我们就美国企业在中国这个开公司的每一年这个美领馆都会要在圣诞节的时候要召集大家开一个party啊 就说就会问问我们就美国企业在中国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他会去帮助我们跟中国政府进行协调啊什么什么的啊 所以我们跟签证官啊跟领领大使的关系都会很好 有时候我们会问他包括像中美贸易战的时候我们的签证会不会受到影响啊等等啊 我们都会去了解到第一手的这个资讯啊 那签证官其实他们的中文非常好 你们千万不要认为这些这些美国人啊 这个就是呃我英文不会啊 我去了以后我是不是很害怕 你放心这些美国的签证官中文特别好啊 而且他们对中国的这个研究的非常的透彻 那包括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心理学啊 看面相啊什么他们都会研究的啊 所以他们一天要看这么多人啊 是人是鬼的到底谁是想去到美国去骗签证是真正去旅游的 还是说想要呃通过旅游签证跑到美国去办身份打黑工的啊 大概他们都能分辨一二 所以面试的时候也很关键 当你进到安检进去以后就几个小房间 然后里边的话呢你排队都是离得很近就是一米的距离 你跟那个窗口啊跟那个银行柜台一样就一米的距离 然后你能看到听到你前面的签证官在问你排你前面那个人的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会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进去以后就瞎聊天啊 一定是要注意你的个人的仪态形象 因为每一个死死角角都是有监控的 有可能某个签证官在后边喝茶休息的时候 他通过那个监控的视角在看着你啊 然后因为中国人都喜欢扎堆聊天 进去以后就会叹就会聊天说 哇你是找哪个办的这个签证呢 你花了多少钱呢 我是找哪个签证办的 花了多少钱呢 然后就会聊天啊 你去美国做什么呀 进去以后千万不要聊天啊 一定是落落大方一态万千的这样子啊 然后不要什么歪着斜着啊 蹲着那种感觉啊 就是就是因为会有人在后边的监控会看着你 你怎么知道就不是你未来要去遇见的那个签证官呢 那所以你好好地听听签证官对你前面的人的一个什么 都问些什么问题 那你要想如果签证官问到你的时候 你应该要做什么这个回答 所以我觉得一个自信心是很重要的去见这个签证官 然后那一天的穿着打扮也是要符合你的人设 你提的那个表上你说你的工作 那么你整个穿着打扮 一态说话口吻 你都是要去符合你的表上所填写的你的职业啊 你的这些这些东西的啊 那签证官在问你话的时候 你特别是眼睛 人家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你千万不要觉得我心里没底啊 因为人都害怕嘛 就是觉得我就是去骗签证的 然后我心里都很害怕 我就怕啊那个 那个签证官对着我说话 然后我的眼神啊就四处游离 这种是特别错误的啊 很多人有些时候不是骗签证 但是就是不敢去对着人家的眼睛说话 这种也是错误的 我们一定是要落落大方的 然后微笑先对着这个签证官去问好 say你好 你千万不要去去了以后跟人家say hello啊 你要想想你的英文 就算你的英文很好 你都不要去跟人家say hello啊 人家是母语的英语国家 人家一听你会说 你用呱啦呱啦给你来一大堆 就把你给整蒙了啊 所以你千万不要到签证官面前去 摆弄你那两句英文啊 就是你不要觉得哇 我中国他妈八级英语过关啊 我跟你说我表哥 那时候北京医科大学 专业八级英语 来美国上上那个博士 第一年听都没听懂 都是拿录音记录回去慢慢再学的啊 所以咱们千万不要去签证官面前去 拽弄你的那个英文 一定是用中文先对人家问好啊 我们说伸这个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第一个我们要嗯 这个这个微笑 第二个呢我们要主动的去问好 然后在这个呃呃 问完好以后呢 签证官会问你问题 一般每一个签证官都会要问到你 你去美国做什么啊 那你去美国做什么呢 你去美国你肯定说我的签证类型是什么 我就去美国做什么啊 那我去旅游我就是去旅游啊 然后那你你肯定你去签证的话 中介机构啊旅行社都会给你一些很多包装的材料 你的行程啊 那就有可能签证官就会问你一些关于行程的问题 你要去美国些什么地方啊 你想了解什么 那个时候你千万不能装 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啊 像以前我有客人说 那签证官问他说哎 你要去美国做什么 他说哎呀呃 我觉得美国这个很什么很牛啊 还是什么的我想要去看看 我当一个去签啊 就是要符合 我们再说一句 就是签证是一定要符合人设的 要符合人设 所以回答问题也是这样的啊 那签证官会大概会问一些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问题 那那一般情况下 其实他会对你第一印象 然后你的一两句的回答 大概就是不超过一分钟的时间 签证官会这个决定他要不要给你这个签证 那如果说他会问你说 哎你有没有去过别的国家 你就要赶紧把你去过别的国家的证据啊 照片啊什么的给他看啊 因为呃你的护照上会有去别的国家的签证啊 那些东西 然后还会说呃你在中国 你有没有房子会问你 那你就会马上把这个房产证啊 给他们去看啊 特别是签证官有时候还会问你说 哎你这个年收入多少啊 所以就是有时候一定要听清楚 有一次呃我们有一对夫妻老夫妻的客户 他儿子在美国上学 家里是很有钱的呀 但是他就是因为没有听清楚 签证官所问到的问题 签证官问他说 你们退休了嘛 对吧 你们的年收入是多少 那老两口呢 对普通话也不是很那个什么 因为你知道老外说普通话也说的不是很好 那老两口也是云南人 然后听普通话也不是听得很清楚 他就以为就听成了月收入多少 然后呢 老两口就说了 我们月收入八千块 那签证官想年收入才八千块 这八千块钱能够你去美国旅游吗 去看你儿子吗 光当一个去签证就给他了 所以说就是我们不要着急 在签证的时候一定是不能慌张的 一定是要听清楚 签证官问你的每一个问题 然后呢 你要斩钉截铁 看着签证官的眼睛去回答他 眼神千万不能闪烁 那这是很关键的 然后签证官问你 有没有房产啊 有没有什么的 你就要赶紧把你的房产证 证证证证 你的存款证证明啊 给这个签证官去看 那么通过这些材料的辅助 那签证官 让签证官认为 你在中国是有财产的 你是有父母的 有亲戚的 你不会跑到美国去不回来 那么他就会给你这个美国签证 那他如果给你美国签证 他就会把你的护照给收走 给你个小纸条 告诉你说恭喜你 你签证 同意了 然后呢 你过 段时间会在你当地的中信银行 因为到时候 中介机构跟你填表的时候 他会 留一个你家附近的中信银行 什么的去取这个 你的这个护照和签证 那如果是你被拒签了 光当你的护照就被丢出来了 所以当场你就能知道结果 其实我觉得这种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事情 虽然是麻烦了一点 你要坐车 坐飞机 去到当地的大使馆去 这个去面试 但是呢 你起码当场能知道 你有没有签证过 过关 这个事情 就不用说在那 慢无休止的 像加拿大签证呀 在那等待十几天 二十天 我到底这个签证有没有过 那所以你当场就能知道结果 那有一些呢 基本上在一个星期以后 你就能在当 你当地家乡 你当地你家附近的 那个中信银行 去取到你的签证和护照 那么很多 有时候一个星期 没有取到的 那怎么办呢 这些人就是被行政审查了 就是说虽然在当时 签证官觉得 你是符合去美国条件的 但是每一天 他大概有千分之五的机会 会去抽取五本护照 来进行复合你的这个资料 就是你找中介机构 把你填的这个 一六零表上的这个资料 比方说你填写的 你最后一份工作 是在某某某公司 那可能这个中国的这个助理 就会打电话去这个公司 说请问一下 你们公司有没有这个人 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位 就会问一些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表上填写的那个 电话工作 地址 这些是非常的关键 所以你就是 一定是要注意你 这些填写的这个资料 丝丝相扣 一定是要填写好 一定要这个电话 所在的你们公司 接电话的这个人 甚至说你可能写的是你朋友 就是你朋友家的电话 一定要跟你朋友讲清楚 说我最近在办这个美国签证 我留了你这个号码 如果有美领馆的人打电话来核实 你一定要跟他讲 我是在什么公司 我是做什么职位 我大概年薪多少钱 你要把这个整个历史 前后因果 你一定要告诉他 那他接到电话 才不会一脸懵逼 不然你就有可能 本来面试都过了 结果在行政审查的时候 给你咔嚓了 如果行政审查的话 会比较慢 一般是两个星期到一个月之后 那一般情况下 只要你的资料没有问题的 90%都会过 只有10% 除非你的资料真有问题 那你就有可能 在行政审查的时候被拒了 所以美国的签证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你们还想要了解什么的 可以在下边留言 我们下一期视频 再给大家详细再讲 美国的这个签证的问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还没有关注 没有点赞的小伙伴 记住一定要点赞 关注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